來,請次長 請葉寬使次長 次長 我要先接著蔡委員講的 你說要有選擇 當然可以有高價位的選擇 可是你不能200塊的東西是外面80塊的東西 你如果說你賣200塊外面 外面賣大概180、150我們還可以接受 現在不是說你要高價位可以 但是你要有那個價值 我們講的是怎樣 我們以前一再強調是 你用一個塑膠碗端出來 兩顆貢丸要賣45塊 是這樣子的 當然你們貢丸降下來 但是同樣牛肉麵 你那個牛肉麵賣那個價錢 在外面大概60塊就可以買到 最貴80塊 是這樣 我們講的是這樣 所以要你們去改善的是這樣 好,我今天沒有時間講這個 我是把那個蔡簡榮的意思 再follow一次 希望你們趕快改進 這個 我還是先問一下 這個 上個禮拜那個跳電 那個停電 台電說他們只是電壓不穩 你們說都是台電的錯 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台電的錯或我們的錯 我覺得都是我們政府的錯 我們必須對國民道歉 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 那麼第二個 事實上我們跟台電 已經決定組成電力專家 這裡面有非常多技術上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個人不了解 我們會做一個診斷 台電的說法是我們的這些低壓設備 設定過度敏感 所以會這個樣子 那可是如果我們設定不夠敏感 也有可能造成等於是保險失的作用 失靈嘛 就可能對於一些其他 所以這個究竟是不是過度敏感 我們會找專家鑑定 你現在是董事長 是 所以我要告訴你 如果是 什麼 你的變壓有問題 那為什麼以前都不會有問題 那個 這個 這就是我們要去了解 就是電力專家 我們會找電力專家 來了解一下 究竟是過度敏感 還是其實 以前也曾經說不定發生過 我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是沒有時間 禮拜一部長還一口就說 你們很冤枉啦 是台電的問題啦 我是沒有 禮拜一沒有時間問這個 所以他就一口就說 這是台電的問題啦 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剛剛我們那個衛副總經理有提到 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在這個台電認為我們設度 趕快好不好 我們會去 董事長 趕快好不好 這個不是對不起國人 這個還有國際旅客 很多耶 很丟臉耶 哈 有那種國際機場 是這樣要摸黑進行的 好 再來齁 那個 局長 民航局 有沒有來 局長 來 哇 局長你今天坐那麼遠啊 我在 我在問機場耶 你看 好我們請民航局 來 那個 局長 局長 我剛剛問的 你禮拜一你也在嘛對不對 是 部長一下就說那是台電的問題 你覺得咧 呃 禮拜一是審 官方局 你沒有來 我沒有在 那個部長是有回應說 好啦 那你覺得咧 還好觀光局長有在 我沒有冤枉部長 來 你說 我覺得 兩邊都有檢討的空間 一個是台電供電的部分 一個是我們機場應變的部分 都有檢討的空間 你講話怎麼結巴了哈 來 次長 我覺得 你知道局長講話為什麼結巴了 明明民航局是監督桃園的 桃園機場的 現在你是次長耶 這整個亂的套啦 哈 明航局長要監督桃園機場 結果桃園機場公司的董事長是次長 他現在是要安裝 是誰要監督誰啊 那個事實上呢 我作為 事實上並沒有衝突 市長 你說的我完全都同意 我現在是要告訴你 那些我都沒有疑問 我的疑問是 今天明航局長是監督你 監督你 監督管理我們的桃園機場 好 那桃園機場公司 結果董事長是次長 那你民航局 要不要監督你們啊 他當然在這個專業或是說 就是在授權的範圍內 在法律的範圍內 他當然是可以監督機場公司的 是啦 在法律範圍是可以 你覺得他敢嗎 為什麼不敢呢 如果說法律授權 他是可以這樣 就好像我們審計部 來來來 你當然說敢 局長 你敢嗎 我們是 依法行政 我們是 你看嘛 你從來不會這樣 是依法行政啦 沒有問題 局長 你敢嗎 沒有問題 我們依法行政 因為在民航法裡面 尤其是關於非航安全這一塊 那個 營運單位 必須要遵守一些規範 我們民航局是依法監督 好 市長 你這個兼任董事長 就要這樣下去多久 我們 我覺得如果有 這個在找得到適當的人 那我們把這個機場公司 順利的成立之後 有適當的人能夠接替 已經成立了 不是已經成立了嗎 成立之後 因為現在剛成立 有非常多界面上的問題 我們能夠把制度穩定了以後 各方面的問題 現在還有譬如說 這個業務的分割等等 在機場有非常多的單位 等等這些 我們把這些適清之後 讓它的運作變成非常的 穩定之後 我個人 我個人隨時可以持這個位置 沒有問題 只是說如果有適當的人 來做這件事 沒有問題 所以不知道要接多久 我想 原則上 如果那個 還是要永遠接下去了 不太可能吧 要 爭除了 我想 我想應該 這不是我的生涯規劃 基本上 我現在有這個責任 把這個機場公司 那到底要多久 那到底要多久 我現在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的責任是 就是讓機場公司 讓我們桃園機場 變成國人的 驕傲 回覆到這一點 好 我們本委員會已經做了一個決議 就是一個月內要提出 桃園機場 不斷出包的 懲處名單 好 那是過去 來 我換你 局長 局長 那是你的工作嘛 對不對 你要監督管理嘛 是不是 民航局要監督管理這些 所有的 這個機場跟機場公司 好 過去的你們馬上送報告出來 不算 機場公司成立了 結果這個董市長 是我們的次長 葉次長 假設下次你發現桃園機場 又有什麼缺失 局長 你敢懲處次長嗎 局長 我們次長是政務官啦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政治的部分來處理 那事務的部分 應該還是總經理這個部分 局長 你看嘛 就是不敢嘛 很明顯嘛 次長 那你還告訴我說 民航子瑜 依法可以監督管理 假設真的有什麼缺失的時候 你一個局長 民航局長 哪敢懲處你一個次長 剛剛局長已經說過了 我 我做 我是政務官 所以呢 如果我有這個 政治上的責任要負 那我當然一定會負這個政治責任 那如果說他的營運上有什麼樣的這個缺失等等的話 我現在 我也是民航局的督導的這個次長 我也督導民航局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對我來講呢 我認為 如果說我 我只是 一味的坦護國營機場公司 而讓民航局有所失職 這也是我失職的地方 所以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個基本上 我認為這種體制是非常有問題的 這個過度 我們認為這個過度也是非常矛盾的 應該要盡速解決這個問題 否則的話 這個根本就沒有辦法真的發揮他監督管理的這個功能 很明顯的是這樣 好 兩位請回 我再來要請 這個 台鐵局長 換局長 來 局長 你要快一點 我們時間吧 台灣鐵路管理局 換支鍋局長 葉委員長 好 局長 你們編了4.2億 今天要解凍的裡面 有真心經濟特別預算裡面 你們編了4.2億 要做台北車站的屋頂更新 但是呢 我跟你們要的 結果 要說你們這項工程的明細 你說不行 這個還在細部計畫不能提供 這沒有問題 可以提供了 可以可以 會後我可以提供 不要每次都來這裡才可以提供 因為我們現在在細部設計 好不好 我們希望你早點提供 不要每次都我們來這裡才提供 來 我請問你這個有太陽能光電系統對不對 對 要花多少錢 太陽能光電系統 我跟委員簡單報告了 我時間很棒 我會快點告訴我多少錢就好 總經費是3.6億 包括那個屋頂板 整個的改變設計 太陽能光 太陽能的部分是9千萬 太陽能的部分是9千萬 是 但是這項系統發會要2.1億 對不對 這個報紙上 我是從報紙 因為你沒有給我細部計畫 所以我是看報紙的 沒辦法 你們不給我只能看報紙 報紙說 這個系統要2.1億 來 2.1億 如果 你們設下去 你的計畫裡面說 可以每天發電350度 哦 哦 這樣我幫你算 一天 來 排電太陽能的收購 最高價 一度到12塊 所以呢 一天是4200塊 你們做這個設備 一天省4200塊 這樣下去 一年是153萬3千 那麼 我幫你算了 要136.986年 才能夠回本 你那個車站可以用137年嗎 我告訴你 絕對不可能 可以用137年 好 137年才能回本 這個叫做振興經濟 局長 你的算盤怎麼打的 我還是跟您報告 那個 太陽能板的設計 跟我們現在要調整 物點的方向是有關係的 這個部分 我們在上個禮拜 還在做細部討論 事實上 呃 現在 到上個禮拜為止 討論出來的這個 經費還是9000萬 沒有到2億多了 好 局長 我要告訴你 這個 真的啦 你要 既然叫做振興經濟 你要符合經濟效益 你不要這樣 開玩笑 你做這個 結果 100多年 才 才回本 還不算利息 好不好 好 所以這個 你們 如果 沒有啊 等一下 如果你還要再仔細做評估 這個第四案 我就不能解凍 我對這個 這麼 這麼離譜的編列 有意見 所以你趕快去提供給我 你要確定 要不然你等一下 你說 我給你解凍了 你去評估回來 又是2.1億 要做一個太陽能 要137年才能回本 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們要看緊人民的 簡單報告 我們今年的振興方案 是49億 現在已經發包書記 是40億 這個 這個執行率是已經蠻高了 沒有 我針對你這個工程的部分 有意見 你要趕快來說服我 照你目前看起來 我是沒有辦法說服我 幫你們解凍的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葉宜經委員